這個丹東家要來臺灣到岸 他們發到哪一個電影 尖峰上隊 台北市長瓜文鐵 今天也直接批評到民進黨 只要當到選舉就起笑立功 瓜文鐵的無聊副病毒 跟韓國瑜的無聊翁千秋 參加到發誓的節目 分別為自己老闆EQ來打分數 完分是五分 瓜文鐵只拿到兩分 其實它是一個厚道的問題 就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困境 不是你能理解的 瓜文鐵高興自分的人去公園 連韓國瑜的路無聊翁千秋 都說這樣不透明 不過瓜文鐵好像看得很開 我跟韓國會不會什麼不來 我只是講話太實在而已 不過不會啦 他也不太會講我壞話 他說韓國瑜幾天沒什麼大文言 不過跟民進黨幾天的關係 越來越緊張 說到這個名字 主要嚴重到要來臺灣島安 讓行政一定有所情緒 幸運是很奇怪 六議會也譬如港府調柑操作一中 瓜文鐵認為這個基本是 民進黨的選舉苦惡 人家要來討厭 他就讓他討厭 我是看不見這麼閉嘴 這有時候常常是 選舉高 大家都拿光禽瀟 你知道嗎 國瑜當中 董主席吳俊 連日不分開名單 瓜文鐵 說出來還吞下去 我要忍住 瓜文鐵帶民進黨 想要殺出第三勢力的空間 也變成能力最大的反對黨 君想要殺出第一勢力的空間 谢谢大家